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比赛的落幕 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很多知情人士也开始渐渐的爆出了一些亚运会点进国家队背后的心酸故事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群年轻小伙子 在值得冠军之前到底有多艰难 夺冠自然是值得骄傲的 尤其是在韩国队手中拿下的这个冠军 韩定量更是绝对的十足了 但是我们把故事往前磨一个月 在电竞国家队刚刚组建的时候 这支LOL代表队真的经历了太多的心酸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都在怀疑作为目前国内最强势的打野选手 甚至更有国府第一打野之称的厂长为何没有入选国家队呢 其实厂长早早就出现在了国家队的名单之中 只不过在出发香港的前一晚 因为出场比赛较少 金总直接将MITO替换掉了厂长 相信这绝对会是厂长职业生涯中最遗憾 得瞬间了吧 出发香港的前一夜 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常常被临时替换掉只是其一 出发前一夜还在开会 而开会的内容却是还在研究 到底要不要组建电竞国家队 虽然最后还是顺利出发香港了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在香港比赛的时候 还有选手被临时要求回家接受读 且 选手不得不从香港赶回顾集市所在地 接受一系列警察和审核 然后再次回到香港参加比赛 不过这两点 怀如不是最心酸的 在小祖赛开始之前 东亚萨区只有两个定级名额 韩国与中国绝对是徐力榜的前两位 不过为了照顾中华台北 中国方面一直在与亚运会斡旋 最终给了东亚萨区三个名额 然而 小祖赛中国台第三 这件事在最近台北选手的直播间中也被提到了 只不过在人家看来 是中国队通过其他手段 才获得了亚运资格 所谓的意外 就是指的这个 当然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还只是一点点 相信选手们经历的远远要比这多太多了 而选手们在这样的情况像还能拿下金牌 小编觉得这块金牌的含金量真的非常足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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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金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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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购